大家好,我是霍霍,想吃冰淇淋不要出去买了,教你一个懒人的做法 非常好看又好吃,下面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在碗里倒入两袋的酸奶,再倒入一袋的冰淇淋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再用手动打蛋器,给它继续搅拌5-6分钟左右 搅拌至浓稠的状态,像这样就行了 然后倒入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 这个容器呢,最好是铺上一张油纸,或者是保鲜膜 这样子可以方便脱膜 准备一个迷糊桃,去皮之后给它切成薄片 准备搬个芒果,切成小丁 再准备一个油桃,给它切成不规则的块 全部切好之后,摆入容器里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,光看着就非常的漂亮 放到冰箱里面,冷冻6个小时以上 现在我们的冰淇淋已经冻好了,取出来看一下 哇,真的是太漂亮了 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 这样做的冰淇淋,软糯,无冰渣,真的是太好吃了 大人孩子都抢着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,拜拜